开始上的叫做地质年代 标题叫做化石划分地质年代 这里简单 原因重点都是生物教过的 然后生物教的还比地科多一点 所以生物OK地科就OK了 生物不OK也没关系 地科还是可以OK 因为它比较简单 所谓的化石就是古代的生物的遗骸或者是遗跡 遗骸是尸体剩下的尸体 遗跡就是它所活动的痕迹 活动的痕迹OK 那有好几种 第一种叫做完整保存板 一整只整个保存下来 好像当回会看到的所谓的长毛像 还有那个侏罗记公园演的那只蚊子 背包在琥珀里面 整只都被保存下来 叫做完成保存板 但比较多的是这种 只剩下坚硬的骨头跟牙齿 软的部分都烂掉 肉丸都烂掉 只剩下骨头的这个比较多 然后还有一种比较奇怪 就是这个 叫细化木 就是它里面经过一些作用 它原本属于木头的部分都消失了 只剩通通被细所取代 你可以看到那个照片 感觉有那个木头的纹路啊 什么之类的 可是它已经都是被别的东西所取代 叫细化木 还有一种是更奇怪 什么都没有 旁贝城 火山爆发 火山灰盖下来 把旁贝城淹没 人当时在里面 盖下去 那个人全部都烂光了 韩国学家考古的时候 找到他 打个洞 换石膏进去 就会出现那个人的形状 当时在躲藏 它奔跑的样子 那那个空洞也叫做化石 因为它可以告诉我 以前有这种生物 长成正乎德性 德性可以下来化石 傻的比较奇怪 傻都没有的也叫做化石 OK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生恒化石 就是它的一些痕迹 留它的爬行的痕迹 觅食的痕迹 或者是消化以后排泄的痕迹 就是它一些活动所留下的痕迹 那叫做所谓的生恒化石 叫做所谓的生恒化石 好看看照片 这叫做完整保存版 一整只长毛象 被完整的保存下来 皮肤肌肉阻断里面 冷冻像肉一只 冷冻像肉一只 然后完整保存版 完整保存版的化石 那或者是刚刚跟你讲过的 琥珀 这边有个昆虫在琥珀里面 那个猪磁肌肉园的蚊子 在包在里面 整只下来还可以把它的血抽出来 然后取DNA 然后复制 这是太夸张 好 然后就这样 因为这是完整的整 就是要这样 完整保存版 完整保存版的化石 那还有呢 这个就是骨头的 留下坚硬的部分 这是一只小小的龙 92.3毫米 就是大概多少 92公里 在9公分嘛 9公分 就是一只龙 留下 硬的部分 好 这个是恐龙袋 也算是硬的部分了 恐龙袋 恐龙袋的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耶 我所有我看过的恐龙袋都长这样 很像一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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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为什么是以前恐龙袋长这样 然后后来才变成像这个样子 不晓得 反正 我看过的恐龙袋都长这样 很像一坨 OK 好 恐龙袋 也算是坚硬的 这叫做生痕化石 乳虫爬行的痕迹 乳虫爬行的痕迹 还有那个螃蟹 居住的痕迹 螃蟹居住的痕迹 叫生痕化石 应该是下一张吧 稍微小小的恶心了一点点 没有 这不是不噁心 正正常 脚硬 是脚硬的化石 而且呢 看到脚硬 你可以知道它是两只脚的 还是三只 四只脚 而且还可以知道它是多大 因为呢 不可能 大象走好小步 蚂蚁走好大步 不可能 所以就是会跟它的身材有关系 所以可以判断一下它是 两只脚的 还是四只脚的 大概会有多大只 比较恶心的是这一张 小小的 一坨屎 一坨屎 排泄 粪便会留下来的 小便留不下来嘛 蒸发掉 然后这也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比如说 按它的大小 按它的形状 对不对 大象的屎比较大坨嘛 羊的屎比较小坨嘛 所以可以推断一下它那个 大小 这就是中式 葡萄类 如果这个粪便 它有一些会消化的东西 然后可以知道它吃什么 可以知道它吃些什么东西 所以可以了解一下 这什么样的生物 什么样的化石 OK 叫做化石样 给各位看一下 那么 这个化石的形成 写了一大堆化 前面的这堆化呢 理论上是生物教过的 生物教你化石怎么形成的 第一科的重理就是那三个字 成绩炎 我们国中生的程度 我们的化石通通都在成绩炎中发现 别的炎不会有 火层炎不会有 变质炎不会有 反正我们国中生就通通都是什么炎 成绩炎 请问下列何种炎池最容易发现化石 玄武炎 鞍山炎 花钢炎 沙炎 蓝交权 沙炎 因为沙炎是 成绩炎 这样子 OK 所以第一科的重点就只有三个字 成绩炎 成绩炎 OK 好 化石有什么用 第一个研究演化用 这个是生物老师教的 研究演化的过程 好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会要教的 化分地质年代 化分地质年代 还有一个是有考过的 那我们可以借着化石了解当时的沉积环境跟气候 举例 第一个叫做山叶虫虫 好 山叶虫是古生代的海洋生物 所以这个地层如果发现了 山叶虫 你就知道 这个地层在古生代就形成了 而且当时的环境是海洋 当时的环境是海洋 所以呢 看到山叶虫化石就晓得 地层是在古生代的时候形成 而且当时的环境是海洋 第二个就是考过的就叫做 山叶虫 山叶虫表示是温带温暖的前海错热带 发现山叶虫表示是热带温暖的深海错前海 你就背部就好了 热带温暖的前海 你想想在台湾嘛 台湾哪里有山叶虫啊 墾丁嘛 台湾有没有 热带温暖的前海 才会有山湖啊 OK 这要做了解环境 那我们呢 要 这就是化石的功用 还可以做比对 这个高中烤的多 国中烤的少 就是我看这个化石背过来 这个有一点点清新的 原化石它是同种 这个都要同种 这让它们地层是一样的地层 年代应该是一样的年代 那如果不见的呢 不见就是有原因嘛 国有的应该有主要 是不是被侵蚀掉 或者有些非在实际的图线 所以这叫做对照 比照 这个国中烤的比较少 高中烤的比较多 可以做一个对比 比对延时之用 同样的化石群 就表示是相同的 类似的年代形成的 这是山叶虫的化石的土片 看一下 因为这考试有考过 它最右边这一张是个扭曲的山叶虫 扭曲的山叶虫 扭曲的山叶虫 好 看影片看得很像蟑螂吗 看得很像蟑螂